295 明報 股市衰震蕩樓市短期靠穩 2015年7月13日Money Monday P345 創業不借於上日期專欄財光譚及買樓幽月炒股的三個因素 然猶在意 想不到港股於短短數個交易日內 急劇報射數千點 入前更單日一度狂的2138點 打破歷史最高紀錄 雖然畢者並非財經界人士 不過其實本港整體投資市場是環環相扣的 要是股票市場氣氛不穩 樓市也難以独善其身 如今一爆發的小股災 會如何影響樓市 事實上 近期整個 A股市場在短短時間內債現大量扭曲現象 如內地股市暴力救市 以及有多達1400家 內地上市公司增傷出其招 申請停牌備市等 相信是間值令港股爆發小股災的因素之一 因為內地股民逃生無門 唯有狂顧港股班之回潮 不過並非想評價出招 的正確與否 但其實作為一個自由經濟社會 市場會自行作出調節 但今次內地政府干預市場的行動 雖然原意是好 但卻好心做壞事 反令股市進一步急跌 前G正如本港政府近年在樓市推出3D 辣椒 出發點是壓抑樓價 讓樓市不至於實體經濟脫軌 但這措施卻令而搜盤原肝無可干 普遍業主軍非自願地持貨至少2至3年 在盤原供應增加速度追不上衰逃下 樓價煙會不升 樓市辣椒與中央救市如出一切再回到本港樓市現地 在港股大跌市下 本港開始出現撻定以及劈價潮 其中細單位業主首當其衝 本人認為 可能有部分對股市失望的投資者 貪專投穩陣而棄股換樓 相信短期而言 樓市將相對靠穩 但如果股市低勢加劇 有可能會影響一、二手交投 繼而令樓價回落 目前本港可能正處於未來經濟好壞的分水嶺 為免受突如其來的小股災而波及樓市急轉直下 現在是否探討進一步放寬辣椒的好時機 香港智業高級執行動時